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事工 事工就是指把一件牛逼的事情做成了 这就叫事工 那职场的中期可以学习鲁术 就是孙吴那边的都督 鲁术 去维系自己和老板之间的性能 在职场的后期应该学习的对象就是司马懿 在公司的原有的基础之上开创一番新的事业 这三个不同的关键人物都是各自公司里的核心骨干 但是呢 他们的风格不同 所以也对应了不同的下场 还真的挺让人唏嘘的 诸葛亮的知名度是最高的 但是他是类似的 原因就在于说他不善于培养人 很多事情事无巨细都靠自己去做决策 军队里面打20板以上的军棍的事情 他都要过问 可能梁昌这边50弹以上的事情 他都要过问 管得太喜 结果活活把自己给累死了 在他后面的这些人才里面 不管是姜伟啊 还是他的后代都培养的不行 那鲁术呢 名不见经传 过得比较安逸 也是善终的 虽然说在三国演义里面 给他的这个评价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会讲他被诸葛亮给戏耍了 但实际上在当时三国历史里面 鲁术起到的作用 那是相当的大 不逊色于诸葛亮对于楚国所做的贡献 那当然最后一个人也是一个核心员工 这个核心员工就厉害了 他不仅仅成为了几代 卫国帝王的核心心腹 而且他开创了自己新的朝代 同时把另外两个国家也给干掉 叫做三春归晋 也就是三个国家最后都被晋国给统一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成为关键员工的关键点 在我看来 一个真正的关键员工 一般来说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们积极主动 第二 善于制定标准化的流程 第三 懂得怎么样去复制自己的能力模型 第四 不论环境如何都能够坚持交付结果 很多管理层会推荐员工去看一本书 叫做把信送给加西亚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本书描绘了很多老板心目中的关键员工的标准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里的老板会不会有这种习惯啊 闲得没事喜欢给人送书 但是我接触过的管理者里面可能至少有一半人有这个习惯 好 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这本书讲的是19世纪的美西战争期间 美方有一封特别具有战略意义的书信 急需送到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的手中 那加西亚他正在丛林中作战 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年轻的中尉 他叫罗文 挺身而出 没有推诿 也没有讲条件 历经艰险 徒步三中 走过危机是福的战场 以他绝对的忠诚 主动性完成了这件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呢 这个讲的是什么 就是送信给加西亚 其实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讲的是老板希望这些 能够成为企业未来核心员工的人 能够绝对忠诚 积极主动 克服困难 不讲条件 你会发现 老板有的时候挺讨厌一种老员工的 就是因为自己是老员工 然后呢 觉得自己对这个企业有贡献 所以呢 老板给他现在布置一个活 就经常跟老板讲条件 感觉老板你这个资源没给够啊 老板你能不能多给两个啊 这种人其实老板有的时候碍于情面 不能够把他干掉 但是内心里是很讨厌这种人的 因为这些人 以老卖老 在跟老板讲条件 我想真的给大家讲的一个事情就是 不论你处于哪一个行业 你的职位如何 每一位老板都喜欢那些不论环境如何 能够坚持交付结果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关键员工 谁可以成为关键员工呢 好 那我们再知道了 关键员工的四个特点 积极主动 制定标准化流程 复制自己的能力模型 和无论环境如何坚持交付结果 这四个特点之后 我们来看看 在职场初期 我们可以参考的榜样是谁 一般来说 我觉得职场初期呢 可以参考多一些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 在出山之前 就以卧龙奉处 闻名于天下 把自己的这个身价和定位 是定得很高的 所以说才会出现 刘备三顾茅庐 去请诸葛亮的桥段 但我们回顾一下 当初刘备请诸葛亮 去当军师的这个过程 中间不是有一个三顾茅庐吗 那前几次都没有找到他 后面最后一次碰到他的时候 大家是有些不爽的 因为诸葛亮没有直接见刘备 而是睡了一觉 让刘备在那等他 抬高自己的身份 包括说你会发现 另外两个核心成员 就是蜀汉统治集团里面的 关羽张飞 对于诸葛亮的能力 是有疑问的 包括说对于刘备 这么看重诸葛亮 也是有疑虑的 这个时候 他要获得这些人的认可 最好的方式 就像他当时所做的一样 就是用事工 就是用做成一件事情 获得管理成的认可 来建立自己 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然他累计 做的这个事工是很多的 火烧伯望坡 势必之战 六伐中原 这些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包括说他以后 流传后世的那个陈清表 里面讲的 他干的那些事 都是为了报答刘备 对于他的知语之恩 我们再来看他职业的早期 就是出山之后 打的第一仗 怎么样 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真的让他变成 刘备统治集团当中的一员呢 他所做的证明自己的方式 就是帮助之前一直打败仗 被能赶得四处流窜的刘备 因为刘备这个人呢 在获得诸葛亮的辅佐之前 基本上是到处流窜 最早是跟袁绍 后面呢 又被吕布抢了地盘 最后又跟刘表混 然后呢 跟刘表混又被赶得到处跑 诸葛亮在单论了这个谋事之后 在星野这个地方 用诱敌深入加火攻两个策略 击败了朝人所带领的优势兵力 经此一役 诸葛亮就升任了军师 正式成为刘备的头号参谋长 诸葛亮的能力在于建立事工 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细 对于细节的把控很到位 包括说对于一些人才的判断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他最大的问题 也就出在他事情管得太细 在整个三国的后期 没有培养出特别堪当大论的人才 姜维的能力很强 文武兼备 但是他是一个魏国的详将 在蜀国根基太弱 比不上董允 费义这样一些人 他能够掌握中央的决策之权 赵云是老将 魏延又有反骨 当时诸葛亮当作一个徒弟去培养的马术 又因为大义失了接亭 被执行了军阀 诸葛亮的几个儿子也不出色 等到后期魏国法蜀的时候 蜀国积无将才可用 很多时候呢 一个人就像一家公司一样 并不是忙的事情越多越好 你有没有把你的时间花在最关键的几件事情上 在这几件事上有超预期的表现 这里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既要学习诸葛亮 在事情上有一定的成绩来获得老板的认可 同时呢 你要做得更好 理解公司的关键的业绩目标是什么 通过拆解公司的目标的完成路径 你可以去找到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工作 把它做好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完成一件工作 就说明你不知道怎么去拆解 你去拆解一个问题的过程就完成了一半这个问题 哪怕你是公司的老板 一样也要去分解公司的目标 来了解一些现有业务和能源的价值 来决定下一步是调整结构呢 还是调整业务的方向 提升公司的收入和运营效率 我会觉得说对于一家企业的关键员工而言 大多数人作为关键员工 基本上是处于核心骨干 或者是各个层级的管理者的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个人的贡献不完全是靠自己的个人能力 更多需要依靠的是你所影响的团队的整体产出 所以呢 对于关键员工就有几项核心能力特别重要 第一点就是建立愿景的能力 让大家能够去建立一个统一的价值观 力往一处使 第二块就是制定规则的能力 关键员工要积极地去参与规则制定 让业务跑起来 而且业务跑起来的过程当中 又不会出格 又不会出现一些过于意外的事件 整体的方向是可控的 效率是可以保证的 质量也是可以保证的 那第三块 他们还需要去给予员工一个参与机制 帮助员工一起来实现公司的目标 他们还需要为公司去培养合格的人才 哪怕公司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员变动 依旧能够做到不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 我见过一些很优秀的职场的经理人 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 就是自己离开老东家之前 一定为老东家找好接替自己的人 可能是来自于说自己团队里的核心成员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说外部的经理人 总之 他们做事情是特别有头有尾的 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的下一个新东家也会看待你怎么对待你的老东家 来判断你未来会怎么对待他们 有的时候在大企业的圈子 这个圈子是很小的 你要去维护好自己的口碑 因为生意就是这么做的 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 你的这个老东家的人 可能会是成为你未来的客户 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关键员工的核心能力的几个方面 建立愿景 计定规则 参与机制 培养人产 我们再来看一看职场中期有什么可以对标的对象 那就是乳术了 就是我们五国的这位都督 是第二人都督了 他很擅长的就是维系性能 在三国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当中 乳术可能不是能力最强的那个 也不是最出名的那个 但是他可以善始善终 很大程度上和他善于获得老板 也就是生权的性能有关 能力最强的可能是诸葛亮 就比如说在这种军事上的谋略 那最出名的 包括说最被后世所认可认为老谋生算的 那可能是司马懿 但是乳术这个人对于当时的三国的格局的影响 不落于这两个人 你会发现很多关键员工在职场的初期 是依靠做了一些关键或者重大的项目来获得提拔的 但你到了职场的中期 一个企业里面会有不断的新能进来 甚至于说有一些有前途的星象 由于你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 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可能不会安排你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获得老板的性能 让老板觉得你这个人还是可堪大论 包括说能够起到一种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的榜样 就是卢术了 他的能力不是最强的 但是老板对于他的行为模式可以完全预测的 他的可控性比较强 而且由于世代都是在江宫这个地方 忠诚度没有问题 老板可以放心去用它 甚至说有一些老板会在用一个能力很强 但是不值得信任的人的同时 搭配一个能力没那么强 但是值得信任的人 这种事情在BAT或者是很多互联网公司里面屡见不鲜 就是为什么会让正负值搭档 就是让一个能力强 但是外来的人 和一个能力弱 但是是老板自己的人 结合在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确保这件事情既能做成 又在老板口控范围之内 我和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交流过 他们有不少公司的忠诚 往往并不是他们当时进来的时候 那批毕业生里最优秀的 因为很多金融机构 他会每一年按借去招毕业生 那可能10级 09级 07级 甚至03级 00级 那你会发现大浪淘沙一样的 很多优秀的人进来 甚至说可能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进来 但是这些人他留不住 因为他到了传统银行之后 他还有其他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去考研 或者是去考公务员 甚至我当时跟我一波进公行的 就有人成了那个省发改委的公务员 后面大小也是个干部 那留在银行里面 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这些人 他成了忠诚 原因就在于说 他坚持自己的方向 而且做了一些当时很重要的项目 并且他的忠诚度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们也同时实现了和机构的一起成长 这也是一种职业发展路线 就比如说我当时在公行的时候 有一个老总 我对他印象很深 他就是在北京研发部 做公行的网营的项目 做了五六年 中间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团队坚持做下来了 然后他自己也从这种研发的小组长 被提升到了部门老总 最后也拿了国家的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这算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了 那你就会发现在企业里面 你在中期阶段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鲁树一样 去维系自己的性能 那鲁树他本能最早从197年 率部投奔孙权 提出顶足江东的战略规划 而得到孙权的赏识 建安13年也就是2008年 曹操率大军南下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是主张投降的 鲁树和周瑜立派众议 坚决主战 最后呢他们取得了成功 大败曹军与势力 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那最后鲁树也被认命为战军校尉 周瑜逝世之后 鲁树就代周瑜领兵 鲁树因为自军有方 军队发展得很快 从四千人发展到万余论 最后呢鲁树又被提拔成为了 汉昌代首偏将军 他随从孙权破了晚城之后 授予横江将军镇守入口 他为了索取荆州 还邀请了关羽相见 虽然无功而返 最后呢在建安22年 也就是公元217年去世 中年46岁 他是善终的 孙权亲自为鲁树发上 那我们看一下鲁树的经历 我们再想一想自己 你在你的职业中期 怎么样去得到老板的性能 我觉得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你要靠谱 极度靠谱 第二个点你要讲的是 与老板同频 想在老板前面 在可复制的领导力 这本书里面 讲到一个故事 就是日本的大公司 向下属部署任务的时候 会要求下属重复至少五次 它的价值就在于说 让员工知道老板做事情的初衷 你让他去做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次复述的结果 第二次去复述的时候 就要求你去复述 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去做 第三次要求你复述的时候 就让你去讲一讲 你所理解 他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第四点让你复述的时候 就是让你去讲一讲 你认为你可能会碰到什么困难 你准备怎么处理 第五次让你复述的时候 就让你讲一讲 自己有什么想法 和一些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的建议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复述 你能够把一些可能的意外情况 都做一定程度的预测 而且可控 这个时候对于老板而言 你就是一个靠谱的人 甚至说时间长了 每次做事情都能够达到他的预期 甚至于超出他的预期 你就是一个极度靠谱的人 那另外一方面 怎么样去做到 想在老板前面与他同频呢 我有朋友是这种公司高管 他会做一个事情 把公司的忠诚 拉着跟他一起 去听一些培训的课程 通过这种的方式 让自己的下属 知道自己最近在看什么 在学习什么 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自己和下属的同频 那我觉得对于各位企业的忠诚而言 你们也可以主动做一个事情 就是主动的去了解 老板最近在看什么书 见什么轮 关注什么标杆企业 你也去主动的学习和了解 这样在日常的交流里面 你能够更多的跟他找到 共同的语言 好 我们来看课程的第四个部分 就是你的职场的后期 怎么样像司马懿一样 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那司马懿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后期 是怎么搞定潮爽的呢 就是潮市中心的代表 原因就在于司马懿长期在 魏国统治集团里面 明明很有实力 但是庄落 是病 最后的结果就是三分归金 他在被夺取兵权以后 为了东山再起 装兵不起 让对手 潮爽 放松戒备 肆意游乐 司马懿趁他们全逐外出的时候 用可控制的少量兵力 控制都城 制造政治有势 然后派遂客 说服潮爽 主动交出兵权 完成夺权 我们去想一想 你想要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积累人才和时机 几个要素缺一不可 我会发现那些成功的创业者 包括我在长江商业CEO班 教过的一些上市公司董事长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创业的领域 有十几年以上的积累 三十多岁的时候 去做掉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呢 三十多岁嘛 既了解行业的需求 还有着创业的乐情 他们这个城市的概率 自然就会比别人大很多 有一点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的 哪怕你是公司的高管 你在任何一家公司的发展 也是会出现瓶颈的 不同公司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有一些公司 是不会给员工创造新的机会 那有一些公司 会鼓励员工去做 内部创业 围绕这公司的生态做生意 形成相关的产业链 比如说阿里巴巴鼓励过内部创业 实际执行也碰到过一些问题 比如说京东也鼓励过快递员 回乡创业去开那种快递点 孙丰也干过这个事 那其实有一位 以前阿里的员工 苏杰老师 他也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 一书的作者 他有一个回忆 就是说当时阿里的这些 内部创业项目面临一些问题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高层管理者 和中层管理者的平衡 高层管理者 你很好理解 他希望有新的创新项目跑出来 但是呢 对于中层和基层的管理者 他关心的问题更现实 就是活有没有能干 第二个点 内部创业项目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本身的水平问题 很多BAT的员工 对于真实的商业环境了解不足 甚至连一个合同都没有签过 那更别说他们有没有这种真实的商业项目的操盘经验了 你们要知道 互联网并不是万能的 第三个点 就是创业的成功几率问题 很多参与内部创业的员工 往往是那些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太多亮点的人 因为那些针对有资源的人 往往不需要公司层面的支持 自己就把这个项目给做了 当然 创业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在你成为公司高层之后 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开创自己的事业 可能是在公司的框架内进行内部创业 也有可能是离开现有的公司 去开拓全新的业 好 我们第五个部分 要跟大家讲一个关键的 而且对大家有相当大帮助的 最后一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当你成为了关键员工之后 你未来何去何从 当你已经成为了企业里的关键员工之后 没过多久 你可能就要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了 作为一个老板 你要去创建一家公司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无外乎是定方向 搭团队和找资源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样像老板一样思考 第一 以中为始 以中为始是一种思维方式 可以帮我们去更快的 推导出一个项目的关键路径 举个例子 滴滴和快滴去竞争客户 滴滴选择把营销预算投给出租车司机 快滴选择把营销预算投给乘客 你知道最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吗 就是大量的快递用 拿着优惠券 却打不到车 结果是滴滴赢取了更多的用户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打车市场 供给更欺缺 解决了供给 你自然就能够吸引需求方 对于考虑开创自己事业的关键员工而言 找出你项目里面的关键路径 而且提前未雨绸缪的这种能力是特别重要 而且特别关键的 这种思维方式就叫做以忠为始 第二 像老板一样思考的方式就在于 关心结果 结果导向的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团队是特别有战斗力的 阿里巴巴的销售铁军 内部的培训属色里面曾经有一句 没有过程的结果是垃圾 没有结果的过程是放屁 虽然很初属 但是特别通俗的解释了 结果对于创业团队的重要性 第三个点 讲的是不以手头资源的数量来决定办多大的事 老板们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高手 最大的差异就在于 老板们从来不是看现有的手头资源的数量 来决定自己干多大的事 他们是反过来看的 完成这件事 我还需要多少资源 想尽一切办法去找齐这些金钱或者是人脉上的资源 一起来完成这件事 实现个人的规模化收入 也就是说 老板不止关注现有的资源是多少 他们更有勇气去整合资源 挑战更大的目标收入 同时呢 我们也要懂得借助外力与他人合作 这是老板思维的第四个点 本质上 很多时候与人合作 事业才能做得更大 就像一个人吃毒食 蛋糕也是不大的 有一个开民宿的朋友跟我讲 他们自己很火 靠自己就可以实现七成以上的入住率 他们一开始特别不愿意跟平台合作 但是呢 跟某个旅游的导购平台合作之后 入住率直接提升到了97% 他们这个企业每年的利润就多了至少几十万 比起分蛋糕来说 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大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十二节课 在职场的初期参考诸葛亮 建立事工 职场的中期参考鲁树 建立性能 职场的末期 后期参考的是司马懿 开创自己的事业 在赢得性能的过程当中 你要把一件事情重复五次 让你的老板看到你的思路和建议 知道你是靠谱的人 第三个点 关键员工的核心能力 就是建立愿景 制定规则 给予反馈 真正的关键员工 积极主动 制定标准 善于复制自己的能力和交付结果 我们的十二节汇报课就讲到这里 期待大家可以早日实现升职加薪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掌握汇报这件事情的基础之上 不断地去培养自己的领导力 提升自己激励团队的能力 最后越升越高 成为公司的高管 或者说开创自己的事业 谢谢大家 我是贺嘉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去跟我保持更多的交流和联系 yap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 Theo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